我們來看這套題 這套題告訴我們有52個微操作控制型號 可以構成5個相似的類 可判定的外部條件有兩個 微指令長度28位 要我們去設計這個微指令 這邊告訴我們是水平型 我們知道水平型的微指令有好多 有字端直接編紙 有這個字端間接編紙 還有這個直接編碼 有三種 那麼該採用哪一種呢 很明顯直接編碼肯定是不可以的 因為我們這邊有52個控制信號 但是微指令的長度卻只有28位 你如果想要採用這個直接編碼的方式 你最起碼微指令的長度要大於52位 所以呢 這邊就是相當於 還包括這個 他就告訴我們構成5個相似的類 然後呢分別每組多少又告訴我們 其實不斷在暗示我們 要用字端直接編碼 因為字端間接編碼這個東西 我們是沒有接觸到做題 就沒有接觸到要用這個的 所以的話我們看一下 如果採用字端直接編碼 我們要怎麼做這個東西 我們知道既然是5個類 那麼他們就分別需要佔據5個字端 對不對 每個字端呢需要用多少比特段要進行編碼呢 第一個字端它有5個微命令 那麼我們就需要對6個狀態進行編碼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這個微指令裡面 我們可能在一條微指令裡面 我們可能不會選中這5個微命令中的任何一個 所以我們要設計一種叫空閒狀態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對6個狀態進行編碼 我們就需要3比特 那同理這個地方大家非常容易直接寫成3比特 需要3位的這個信息 但其實正如剛才那個講的 既然它有8個微命令 那麼加上一種空閒狀態 我們就需要9種狀態 我們要對9個狀態進行編碼 就需要4位 同理後面這3個我就不細講了 然後呢往後我們還需要這個條件測試的這個字端 那外部的條件呢是有兩個 但是我們可能不選中第一個外部條件 也不選中第二個外部條件 我們兩者都不選 跟前面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可能需要一種空閒的狀態來表示 所以我們需要對3種狀態進行編碼 需要2位 那這道題告訴我們微指令的長度是28位 那扣掉前面這些20位還最後剩下8位可以用來幹嘛呢 用來表示後續的這個地址 因為它這邊明確要求我們 微指令的下地址字端直接給出後續微指令地址 所以這8位呢就可以用來對接下來的這個 這個微指令的下一條指令 進行這個編值 那麼第二問問我們這個控制存儲器的容量 我們知道既然你只有8位 所以你這個可循指單元的這個數量 或者說微指令的這個數量 就最多只有2的8次方格 對吧 每一條的微指令的長度呢 又是28位是固定好的 這麼一算就可以算出 咱們這個控制存儲器的這個容量 那這道題和第三題都有一個 要我們求這個控制存儲器的容量 這道題的答案是這個 第三題的答案 是要取2的整數倍 2的N次倍 那這道題卻沒有 那我不知道 這兩道題是不是同一個人出的 為什麼他對控制存儲器的容量的要求 提出了一個不一樣的要求 對吧 一個認為控制存儲器 需要是2的N次方倍 一個是沒有這麼說的 那我們遇到這種題目 題目要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把它控制存儲器 所需要的真實容量寫出來 然後呢在後面補一句 根據我們計算的這個答案 我們可以取控制存儲器的容量 為多少多少 那這邊再取一個2的N次方 就可以了 這樣答題老師就知道 你是知道整個過程是怎麼做的 比較不會說給你一些錯誤的 這個沒有打分的 這道題講解結束